在上期我们交流过 揉说哀泪的发力是杠杆式的发力 实际上内加拳的发力也是如此 我们先说行翼拳 首先以行翼拳批拳发力为主 这是一种发力 如果我们做慢动作的话 大家看一遍 在我们接触上它的之后 我们以接触点为支点 整个身体上翻 把对方下压 然后再以接触点为圆心 用整个身体上钻的力量 把对方发放出去 所以它这也是一个杠杆的应用 只不过它和揉摔不同的是 揉摔是通过双方移得很近 身体贴靠住之后 整体去做一个杠杆和支点 而行翼拳是通过一个点位的接触 我们就要把杠杆利用好 再以太极拳的棚 铝 挤 这个动作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的 如铝这个动作也是 是以手腕的接触点为支点 身体下翻 撬动对方 然后再以手腕为支点 用整个身体上翘的力量 把对方通过挤这个劲发出去 所以这两个动作都是以杠杆利为基础 手臂的接触作为展现形式 它在内围中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例如当我们两个一贴近了 那么你可以用头去撞它 或者是在我们 双手接触的情况下 例如我们像这种架 对方打一拳过来 双手接触上 用这种杠杆利 打开对方的肩架 用头去撞击 都是一样的 这种杠杆利的设计 可以很好的打开对方的防御肩架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练套路 或者练拳 去首先要建立身体的杠杆 你要知道你的支点在哪里 你的力源在哪里 力量的源泉在哪里 你的撬动在哪里 如果你只是空发力的话 你就不知道人体中的杠杆 更无法建立支点 所有的空发力都是异想 过去有经验的老全辈教学 都是把这样的话点给徒弟 就像我现在做的事情一样 然后徒弟回去之后去思考 在站桩中支点在哪里 我的力量源泉在哪里 在练拳中 我的身体的杠杆结构是什么样 而其中沉间坠种 像混圆桩三体是沉间坠种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立支点的过程 谢谢大家